然后我们在家里让他们学荷兰语、荷兰文化、荷兰的理学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组合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感谢台湾的学校 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上课非常非常棒 大家好 我们是一个住在台湾的荷兰家庭 我们住在台湾快四年了 在这个影片中我们跟你们分享 聊聊第一天上学 我们对台湾学校的看法 父母为什么送我们去台湾的学校 真的 希望你们喜欢 第3A 购买 哇 我给他摸一下 这个 我会叫你 我又要看你 他很有关的 他会看你 他是有一胸脑的 他会买不知道 他会买一胸脑的 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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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准备弟弟 需要上写的东西 要 要牵到了 因为他牵开大一点 我家熊牵开 不用 额头牵鱼 所以他可以 跟我们一样的一句 一笔 我长大了 你干啥吧? 小朋友先可以习惯一下 听见上课以前 他们先跟父母做一些活动 香港有些表演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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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Movie 好帅 你要不要 好帅 辛苦了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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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会总得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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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新港国小镇是很热情的欢迎小朋友们来上课 许多不同的社群表演以后 上课时间快到了 但按照台湾文化的美好习惯 孩子们先收到一份礼物 所以呢 帮我帮你跟他合作 腻 See you 好 你问他 我跟他INE的 是 你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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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在哪里 你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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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 他问你 看他 和保存一点 看他 和保存一点 看他 好,謝謝 哇,什麼是那, Jamie? 爸爸 我可以找到嗎? 我會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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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比 非常厲害 今天孩子們只有半天上課 學校先讓他們習慣一下 才有9天上課 我會找到 沒有哭 今天,今天沒有哭 所以我們不會去睡覺 我今天可以去睡覺 所以 我可以一起去 我們會好好照顧她 Hallo 嗨,Ai,Chemie 嗨,Jamy 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不了解 李恬,你 appar了你一年在学校? 很旋 好旋 你挺好的 你真的 你有了准备到学校呢? 是的 我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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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了吗? 那 你上班了 李恬呢? 李恬呢? 小朋友回家了 我们要问咱们一些问题 好不好 好 再见 你以前对我说 我不太想要去学校 还记得吗 不记得 不记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维利星 我离开 维利亭 维利是肚子 肚子,为什么它叫肚子 我喜欢吃东西 你现在几年级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小邦 对呀,你是小邦 现在三年级了 二年级 大班 你是班上最大的吗 我觉得是 啊,因为你现在几岁 十岁 十岁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在三年级呢 因为我要慢一年 慢一年,对,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开始不太会说中文 你喜欢台湾的学校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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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 喜欢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下午也每天可以看一片 因为可以上梅了课 在学校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梅了课 为什么 因为可以自己可以画画和做作品 嗯,玩玩就饶舞 在学校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学功课 要睡觉 你不喜欢睡oline 不 跳舞 你不喜欢跳舞吗 你不喜欢跳舞吗 你是不是上班最高的吗 我們想看,是不是班上 OK,謝謝小老師 你是班上最高的嗎? 對 No, No 不是,我也是 第三個 還有三個同學比我高 一個比我高一點點 你在學校有朋友嗎? 有 有 幾個呢? 好幾個 有,很多 很多 他們對你好嗎? 好 你喜歡你的老師嗎? 喜歡 你很愛他們嗎? 嗯 你聽得懂老師講的嗎? 聽得懂 有 都聽得懂嗎? 哇,你的中文已經很厲害,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會寫中國字嗎? 會 會 自己寫的嗎? 嗯 可是有點醜醜的 為什麼呢? 我現在會休息很快 嘿, Jamie ja 你什么都在你的袋里面 袋子 你什么都在学校的东西 在学校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鸡肉和饭 汤汤 最喜欢的是那个肉片 冰果和帽 哪一个东西不喜欢吗 嗯 我不喜欢 嗯 猪鞋弹 不太习惯了 还有猪鞋 猪鞋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 Fargus loop 哦 对 我们不会去那边 可是我有一时候不小心吃 你喜欢什么剪心呢 红豆 红豆吗 可以 你每天都吃完你的盆子吗 不知道 有的时候带回家吗 没有 有的时候我再希望带发现你的盆子里面还有东西 可以一次吗 哈哈哈哈 嘿晒 你会唱歌吗 你也会唱台语歌 对 好厉害 对 好厉害 如果你不乖的时候就怎么办 我很乖 真的 对 你有罪犯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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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只有不乖一点点 一点点 你们的学校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干净 我们每天早上有小弟 如果你比较荷兰的学校跟台湾的学校 你觉得哪一部分是不一样的 睡油觉 睡油觉吗 按功课有一点不一样 今天荷兰有小点的学校 一楼 一楼 对 台湾的学校有三楼或四楼 丽姐你也会唱歌吗 一二三楼 我不要舞台 三楼 三楼 我不要舞台 二楼 二楼 三楼 舞台 你 你知道我父母为什么送你到当地的学校吗 因为他们要我学中文比较好 可以加很多朋友 可以很好的相处 谢谢观看我的表演 Bye Lieting谢谢你的分享 不客气 Bye bye 再见 再见 Hey let's go 我们现在要跟你们分享 我们为什么送我们的孩子 去当地的学校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很会说流利的中文 也听得懂中文 如果他们向台湾的学校 他们一直听到国语还有台语 所以他们很自然学到这个原因 在当地的学校他们也学到台湾的文化 所以如果他们了解台湾的文化 让他们很容易跟别的小朋友叫朋友 也跟别人互动 我们觉得然后他们很容易融入台湾的社会 所以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西方人 但是他们的内心越来越变成台湾人 这样让他们觉得我不是外国人 我是当地人 所以他们有一个在家的感觉 他们现在没有那么想要回荷兰去 因为他们很喜欢住在台湾 然后我们觉得台湾的教育觉得很不错 他们在学校学过语 书学、自然课、体育课 美朗课还有很多的技能 比方说他们学到怎么扫地、怎么托地 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好 很有帮助 然后我们在家里让他们学 荷兰语、荷兰文化、荷兰的力学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组合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感谢台湾的学校 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上课 非常非常棒 对啊!我跟我太太同意 台湾的学校真的很棒 除了她刚刚分享的以外 我们所有的事情还有更深的理由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 我们的生活受到她的启发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识她 所以请你让我简短地分享她是谁呢? 很多人都以为耶稣是西方人 但这是不对的 耶稣两千年住在以色列 所以她比较像你们 而不是像我 因为我是西方人 但耶稣是东方人 基督教不是从西方开始的 而是从东方 我认识耶稣 因为一千多年前 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荷兰传福音 然后我的祖先信了耶稣 耶稣不只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 他是上帝的独圣子 耶稣是神 他创造了世界 但因为人跟随他们自己的想法 不再听从上帝的话 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 虽然每个人都离开了上帝 但他还是爱我们 为了表达他的爱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变成了人的样子 接受我们的文化 他是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倾听人的需要 关心人 跟人分享他的生活 甚至医治病人 耶稣过着完美的生活 他都没有罪 但如果我们是诚实的 我们需要承认 我们跟耶稣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 耶稣告诉我们 他是唯一的救主 因此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从死里复活 然后升天 耶稣告诉我们 每个人需要悔改 相信他 因为将来有一天 他会再回来审判世界 和所有的人 我想祝福所有的台湾人 在新的一年 你可以认识耶稣 有一个充满平安 和喜乐的生活 新年快乐